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一 星期一,你看今天这天 今天好像又要下雨了 天又开始阴了 开始也是每下一场雨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一点点变绿 变绿一直到五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了 又开始变黄了 就是我们的雨季是在冬天 因为我们这儿呢是低中海时气候 今天呢我们这儿呢 是美国的一个节日 叫马丁路德金日 马丁路德金呢是美国的那个黑人领袖 他在五十年代还是六十年 我没有去认真去查去 我在中国的时候就知道 马丁路德金是一个美国黑人的民权 民权领袖 他对美国的这个黑人的那个解放 思想解放和那个和他的政治地位啊 各种各样他起的非常大的作用 那个有人把他最后把他给的枪杀了 然后他呢就是 他那个带领好多黑人 做了好多好多的游行啊 在街上游行 过去可以你可以看到他过去那些视频 非常感人的 就是说黑人现在呢 在美国的地位非常高 你可以看到 好多有人说 啊你们黑人 你们对不 种族歧视 种族歧视是永远都有的 但是他不是一个社会性的种族歧视 他是那个 个人性 个人的行为 因为整个社会的 已经不存在了 为什么呢 因为黑人呢和那个白人的 你上学呀 你你工作呀 都是同等地位的 你可以这个 小兔子在这儿你看 你完全可以就是 一个地位的 你看你看那些黑人 他在他们的领域里头 做的都非常厉害 你看那些电影明星啊 那些唱歌跳舞的呀 那些歌星啊 然后那些体育明星啊 然后那都不是了不得的他们 然后最后呢我们最有代表意义 就是我们这出来了一个 啊 奥巴马 奥巴马总统 对吧 他虽然他 嗯 他是他是一半一半嘛 一半 一半的黑人 但是他呢也是黑人代表 他变成总统了 这就可以说明呢 我们这 这个黑人的地位 绝对是不一样的 但黑人的这些地位呢 他他达到现在这个程度呢 不是不是天上送下来的 都是黑人自己努力 他们为之 嗯 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 他们呢死了 好多人呢 过去跟 跟这个 政府争取权力呀 抗议呀 就像现在 你看香港的人 他们也是一样 他们在做这些实事 他们在 为这些事而奋斗 最后的结果就是 你看现在 完全完全 那个黑人的权力 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的平等 对吧 但是你说呢 社会上是不是 有没有这个 歧视的呢 那永远 你是不可能 你可以在法律上 规定人 你不可以 歧视我 你在法律上 你不能说的 啊我法律规定了 那黑人不可以上公 汽车 你只能坐在后面 你不能坐在前面 过去的法律 对吧 现在你是不可以的 从法律上 已经杜绝了 但是那个思想 你能不能杜绝 不可能的 你不可能 思想是 有想法 是不是犯罪的 是行为才能犯罪 对吧 所以说你没法去 完全去杜绝 说这个人对谁 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 那是不可能的 对吧 那你中国也有这个问题 咱们中国也有 同样有这个问题 地区是 那个歧视啊 这儿有歧视 那儿有歧视 都是有的 工人的歧视 农民的歧视 行业的歧视 对吧 都有的 都有这些东西 你 你 你在 只要是你法律规定 你不允许歧视的话 比如说你找工作 你不能有年龄歧视 对吧 你说 那 你可以去规定这个东西 但是不是 真正的可以执行的 你无法去 完全去执行 因为你这个 社会这个东西 它 它不是 像算术一样 算术题 你一加一就等样 它不可能的 但是你 只能做 你 最好的 就是你 尽可能去做它 那咱们再讲讲 咱们中国这些事 对吧 咱们中国呢 历史上 你看 有 哎呀 好多好多的运动啊 人和人之间这些关系啊 你看那个 从古代开始 对吧 咱们 咱们就开始了 你 就你打 我打 然后呢 这个 你这一帮 我是一帮 现在呢 特别是咱们那个 共产党建立以后 也是一样 你打 我打 你 你是一帮 我是一帮 你是 这个 刚解放的时候 刚解放的时候呢 就是什么 什么反革命 真反 那你是反革命呢 只要是大家说 哦 你是反革命呢 那大家就 大家就都 只要你不是反革命 你认为 你怕自己变成反革命 那你肯定你就 你就要 表示自己不是反革命 你就赶快去 打倒这些反革命 踩上一万只脚 对吧 然后呢 批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你不保卫毛主席 那你保 你说你是 你是 你不是保皇党 你是革命党 你是保护毛主席的 那你就得赶快的去支持他 参加 参加进去 表示自己是 不是的 然后批林批孔也是一样 你得去批 邓小平 什么 林彪什么 各种各样这些活动 你必须参加 你不参加 那你就是 对吧 咱们中国这些破事 然后你 然后呢 就是同样的问题 那那个森邦倒台的时候 林彪跑了 你批林彪 你就得去批 实际上我们小的时候 都参加过这些活动 批邓小平 批什么 林彪 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 但是我们都要去参加批判 你不去参加写文章 还得写稿 你不写的话 那你不写 不行 你就是 林彪的这个 参与 你要是不去 你要是不去参加这些活动 那你就 就是你有问题 所以说 现在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 粉丝四人帮的时候 一样 你要批判四人帮的 你不批判四人帮 那你就是支持四人帮 你就是 你就是反革命 每次呢 这运动特点就是 他一定要有一个 他一定要有一个 这个名字 有一个名字 那有一个名字 给他点上你 它是什么 它是资本主义 它是这个东西 你给了个名字以后 大家就一起上阵 一起去批判 你不批判 你自己就陷入这个 你就这个阵营 就是选择 你要选择阵营 你这是无产阶级 你还是资产阶级 但是你看那个 这个社会变成这样的话 你看那个 美国的这个民主社会 对吧 他也是有不同的想法的 每个人都有想法 是民主党 对吧 你还是共和党 你还是绿党 你还是 你还是这个自由党派 各种各样都有 都允许自己的发声 大家都发声 有的时候 大家讨论的时候 也是蛮激烈的 就是都是脸红脖粗 也是互相骂得很厉害 但是呢 他没有说去给你去灌一个 一个派别 就说你只要你不是民主党 那你们所有的 你们都是伪类 没有这样的 你就说你自己的就好了 你如果你把你自己的 建议和主张 你说好了 大家同意你 那大家就选你 对吧 那如果你 你说那些东西 说服不了我 那我就 我就不听你的 我不会选你的 就完了 他没有说 你只能听我的 你只能听我是民主党的 你不听 那你就是伪类 你就是 没有这样的 咱们再想想 咱们中国 一直都是这样 就是一个声音 从有皇上 实际上你说 跟那个 根本的就是 那皇权思想 你还是 一个人说的算 你只要是 你不听我的 你不听皇上的 那你们都是坏人 你们都完蛋 那你看那个 那你看 咱们中国的 有没有说的 这个蜂鸟 你看这蜂鸟在这 能看着吗 这小蜂鸟在这 你看着 咱们中国 咱们中国历史上 有没有这种的 就是宽松的时代 实际上中国也有 宽松的年代 咱们学历史 咱都知道 过去都知道 这个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 有好多好多的 就那个时候 才产生了 中国的这些 伟大的思想家 对吧 你像孔子啊 孟子啊 墨子 墨子啊 这些 这些思想 它有成为一派 那至于说 你你认为它 好还是不好 你可以 有自己的思想 老子 还有老子 对吧 你至少 你可以有自己的思想 你自己的 那个 发生自己的 按照自己的思维 自己的那个 可以去发生 你可以发不同的声音 那个时候 在中国历史上 还是有这些时候的 在近代来讲 咱们就说 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我离开 中国的时候 那中国那时候也不错 就开始了 好多 大家都开始感受话了 就是 都可以说出 自己想说的东西 也有这个 宽松的时期 宽松的时期以后呢 你就可以看出来 中国的这个 好多东西就是 社会啊 发展的就是 特别的 均衡一些 你看当时 八十年代的时候 出现摇滚乐啊 这些年 你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你看 有什么东西 对吧 没有什么东西了 都非常简单的东西 都是 社会呢 整个 它就更祥和一些 因为 大家互相都可以包容 互相可以包容 不同的思想 因为 人是有各种各样的人 他不可能都一样 一个思想 你不能因为 人家跟你思想不一样 你就给人家扣着 你就说人家是伪类 你是 思想 一个 一个那个 社会呢 在进步 它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就是你让人家 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人 让他成长 这样的话呢 一个社会才有这个 让他有发展 有创新 因为 你都不允许 有不同的声音 怎么会有不同的 这个创新呢 会吗 会有创新吗 不可能的 大家行为都一样 大家都 说一样的话 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 它是不可能 有创新的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 咱们中国真的就是 太多年的这种问题 实际上你想 咱们都知道 现在这个 国内这个 就是现在这个思想 特别特别 你不敢说 你一天都要听 习近平的语录 你不听 你不听 你就是坏人 对吧 你要学习他的语录 那 实际上就是 在国民党那个时候 你稍稍动脑筋想一下 他比现在还好一些 就是国民党那时候 在中国大陆 国民党在国统区的时候 共产党是可以 开自己的报纸的 中国有 共产党有共产党的报纸 在国统区里发行的 知道吗 现在谁敢 让那个不同的思想 去开一个报纸 或者是你说 咱们就是国民党 各种 或者是民主党派 谁敢去 什么都不行了 这说明一个问题了 大家就应该想一想 那我们现在呢 好多人呢 都在国外啊 或者是你翻墙在国外啊 都要动脑筋想一想 这个思想呢 如果是统一思想 很可怕的 很可怕的 你 你如果统一思想的话 那你 就不能质疑 每个人 你就不能质疑 你的那个 你的 你的 唯一的思想 你质疑 你就是坏人 那你这个 这社会就倒退了 就等于 对吧 就回到那个 往原始社会回去了 你不像民主社会 那咱们的目的 不都是向民主社会发展吗 中国 不管你是 通过各种 怎样的方式 让中国进步 进步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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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终点是什么 就是要中国也像 民主社会一样 像这外面的这些社会 好多国家 都是很 走向民主 走向让大家说话 对吧 你有不同的观点 你可以去说 你用不着去 给人家打死 砸死 然后就剩一种思想 你动脑筋想一想 你觉得 这是社会的那个进步吗 社会的进步 是什么样的社会 是叫 只有一种声 声音的社会吗 这是我们将来 想要的社会吗 中国又变成一个声音 回到这个 皇权社会吗 大家想一想 再见